今天我想做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帮不帮忙 今天不多不少 一元两元的资格留言 为什麽呢 因为我真顶不住那条巴 有很多是很久的 一次过清洗了巴 是吗 那条巴不是一天天清吗 有很多很久的 有很多两个星期都有清洗 然后大家就给一些新的 没人给5元10元 不一半孤寒 有些新的 因为我看都不一样 我跟大家说 因为很多人说不懂得超级留言 有些不懂得注册卡 有些很害怕网上 什么都不要管了 你现在先试一下 那用5元10元来试一下 1元也可以 1元就太冷截了 起码5元 1元太冷截了 1元我们被扣3成就只有7元 7元也不错 7元真的好过5元 5元少少 好过1元7倍 好了 那说一下林郑 星期二一定是说一下她 其实老实说 她 我自己觉得她 不过是一定要死定的 但言谈之间 其实都牢牢了 看到很多东西 上个星期 我们已经看到她已经是备受冷落了 基本上一定要打入冷宫 如果她一向 她自己都弱迹弱离 真的不要跟得这么贴 跟老实跟得这么贴 那也没那么过日 没那么大事 我平时就屌你两母 花招招指不讲族义为你发 我们习大大校 你看这个稀缓 屌你两母 我们先什么都不要说 你直接跟爸爸妈妈比 哪一粒比 我们国母有多名 又会唱歌 跟以前我们宋祖英比 第二位国母也专业 那个人不算国母 宋祖英 毕竟都是依赖 你想想江泽民的老婆 你记不记得江泽民的老婆是什么 也挺有对夫妻相的 你又想想胡锦涛的老婆 好像那些什么 三四十年代延安的样子 哇 延安那些很漂亮的 那些还有一些蓝蓝蓝蓝蓝 一起很淋乱的 不是 它漂亮的 但是中央版都是荷兰宾州的 这些叫什么 復古 这么久都这么古 今天我们讲一讲 今天见记者会 也是行政会以前 过去一个星期有十二宗本地确诊 没有新群组爆发 审讯喜建并不大幅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一会儿我们第二节再讲 但是又放宽了 但是四人限聚又不放宽 那种矛盾是令到我真是爱 不过我已经没气了 老实说我觉得闷得不得了 现在就算你立刻放通关 我们会去旅行 去旅行当然大饮大吃大玩 但是心情都是不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的前途未跌 太多不宜的事情继续发生 太多年轻人要流离浪荡 你还要被人强奸 好了 你不跟我们八九十年代 无忧无虑出去玩就真的很开心 是真的开心的 以前出去玩是怎样呢 玩了几天我想回香港了 挂着香港的东西 挂着我的窗床 现在去旅行了 你回来坐飞机是完全不想去 然后见到 见到香港 见到香港又回到地獄了 但是你问我们真的是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而且以前真的去玩 真的会很开心 真诚的开心 现在没有的 很难的 你说真的怎样开心呢 一煞奶好吃好吃 一想起 老实说又没有感情到 哎呀 想起周小乐吃不下饭 那我就一定不会的 但是你怎样可以开心呢 这个心情是什么呢 真的像星期日晚 跟朋友们大癫大肺 然后去喝酒 然后永远记住 明天早回到九点 虽然这个心情是十倍 那肯定虽然虽然 这些心情是很普通的 星期日晓出去玩的时候 不会宽怅到晚上 这些心情是 你始终是 你始终是 六点钟起床 你始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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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点钟起床 你始终是 你始终是 好了 两地环境不同 香港六七十年代开始 就大幅填海 兴建新市镇 所以不同的 好了 如果是这样 那你始终是 你不必一定要 无论端端填这个东西 你拉着 已经是我们 给你带到的 它拉着海岸线 伸延出去 都稳定一些 而且省很多 至少不用弄大桥那些 他当然不会回答 就是 当然他更加不会回答 那些什么棕地 那些怎么办 完全不敢提 好了 记者又问 为什么收回土地条例不用 之前他们说过 收回土地条例要防止司法覆核的 这些挑战 收回土地条例是什么呢 在政府的上方保健 它有些限制 收回那些 可能是私人土地 那当然你要赔 没人说你不用赔 但是限制就是 根据条例必须用公共用途 和兴建公屋 大家明不明白 他为什么不收回土地 因为他有时想建一些私楼 一份地产商 不是的 你两个人收回 我要付钱地产商 或者那些 就算地主你也要付钱 是的 然后 我建公屋给人 我还跌钱 有没有搞错 还要被地产商吵 为什么你建这么多公屋 吵你我的客人去哪里 坚决不回答 根本就是荒谬 荒谬 你明日戴婴都一样会私乎覆客 如果你们两个是 当然一定会 有一个记者最不识相 这个记者我真的要执他出来 太不识相 他兜口兜面说 你什么时候到北京同报为商讨 施政报告什么时候 有具体公布时间 具体公布时间 是 答不了 怎样都需要时间做 即是什么时候 现在中央部位 正在进行协调工作 到适当时就会安排我去北京 日子未定下来 希望快点 其实他这些说话就知道了 那个记者就难堪他 他当然真的难堪 因为他已经再不是 就是他爷爷 他大大的心腹 你什么时候上去 什么时候说 什么时候要公布施政报告 你两个清清楚楚 惊人话事 大作为我们香港的老百姓 都说不定 都没什么所谓 因为你这个混蛋肯定 更能力低下 即他连答时间都答不出 他答不了 真的答不了 老百姓都没告诉你 等几点 他说 他说 他已经很聪明了 适当时候 他就会安排我上去 这个适当时候 都很聪明了 你可以什么时候上去 你都不认识 失手认识 他说大陆投票方面 人们又问他大陆投票的记者 他说这个是现实来的 他说这么多人在上面工作和生活 跟香港有联系 怎么可以不让他们投票呢 是不合理的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洲 全世界那些呢 此其一 其二 如果是这么说 之前的投票不就全部不合理吗 嗯 你说不是千里之行 始终都要做 就像你所说的 在加拿大 美国那些呢 要不就全部做 要不就全部回来 再不是什么 你学美国邮寄投票 是的 都可以的 当然了 美国邮寄投票 真的很严重的 还有人家全世界有什么呢 去领事馆投票 是的 都可以的 这有另一个情况 我们经常怕民主党做事情 你说如果邮寄投票是共和党大胜 民主党又怎样呢 不过我想如果到现在这个时候 假如开票 就已经是特朗普赢了 我想民主党不会怎样出声的了 如果开票受输的话 因为现在形势实在太不妙 你们两个看看那个割锡门 什么时候出来呢 好了 更加 更加奇怪 政府宣布撤回这一手楼空置税 有人问他 你是不是跟定債商跪下 当然林郑就说考虑经济所等等 前所未见令人担心 我真的很奇怪 全部偏向地产商 土地霸权地产 你说经济弱 但是一样很多 那些楼很贵 公平一样是不够的 约就更加要收这些税 股房才多些钱 你可以不收税 局却卖出去或租出去 那你公平多了 那些人的市价卖会便宜 那为什麽 暂时将这个条例撤回 但这个一手空置税 不生效 于是乎 那些发展商就可以团职 其他市场不好 不迷住 会有没有搞错 哪些人是有钱可以趁低吸纳 就是团的那些楼 就是地产商 你由不肯用收回土地条例到这些 然后完全明日大约就 把这些民旗建出来 里面有很多私楼 不家产 然后 不吊七里也不是人 记者就问他 那你两个上个星期 见到习近平 这些是玩意的 这个记者是怎样的 说什麽 其实跟大家说 是说不到话 除非他懂千里传音 当然在后台我不知道 在台前 除非你用一幅唐后 怎样你都没有 2017年10月第一次 施政报告答文会 希望以后这一种 与议员互动可能成为常态 让我们大家可以坦诚交流意见 有助于我们推行 为市民做的具体政策 等着药出 疫苗是其一 现在人家的药也有了 特朗普 第二 就一样是戴口罩洗手 但是很多措施 就真的不需要那麽厭 又封城又这样那样 否则真是死定了 杂中之 杂中之 杂中之